师父 师父 是什么样的冤结 可以让母女之间 相互怨恨 兄弟姐妹之间 相互抱怨 师父 你看看现在就知道了 现在母女之间 怨恨的多不了 也是这样 多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这样 那么下辈子 还是这样抱怨 怨怨相抱 没办法 是啊 因为弟子身边 有很多就是母女啊 还有互相怨恨 兄弟们 兄弟姐妹之间 互相的斗 哎呀 仇恨的呢 简直像冤家一样 是是是是 哎呀 然后呢弟子 弟子呢 我就在中间 劝他们 说不要再斗了 有什么意思呀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放不下 这个面子还是什么呢 就是放不下 就是要斗 对 斗了吗 痛苦呀 对真的痛苦啊 然后哭啊 然后呢 跟别人叙述啊 我母亲对我怎么不好啊 我女儿对我怎么不好啊 我兄弟怎么对我不好啊 哎呀 给自己造成伤害 又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 那是个最愚蠢的人 你看这什么呀 那是最愚蠢的人 我就不认为 我心里吃了 我心里有什么样子 还是不了 我们想要 有什么样子 就是